9月中了,快过中秋节了,又是给大家更新硅谷房地产市场动态的时候了 我是Biu琴,硅谷卓越地产的broker 我会每个月都会给大家更新房地产实施动态 最新的房地产知识和经验 喜欢我的视频,不想错过最新的视频,请点击订阅 也可以扫二维码加入房地产市场讨论群 下面我们看一下8月结束的这一个月的房地产动态 我们还是以硅谷,Santa Clara线和Samateo线为例 这两个线的基本上的走势没有太大的波动 这个月和上个月基本是持平的 那Single Family中位价上涨了1.8%,平均价下跌了1.8% 卖价和开价的比例基本上是持平 Condo有小跌0.3%、0.9%也是基本上持平的 所以这一个月总结起来可以说是波澜不星 没有太大的波动 那Samateo线呢比Santa Clara线呢上升了一些 Single Family上升了4.3%、4.7% 平均价和中位价 那卖价和列价的比例呢也上升了1.1% 上一个月我们看到的Santa Clara线的涨幅 比Samateo线更高一些 这个月差不多反过来了 所以这个也是房地产的另外一个规律 如果您看到我其他的视频的话 您有看到我总结的房地产市场里面有几个规律 就是一个波纹的规律 就是以核心地区带动 那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的这种递进式的增长 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价格的一个传导和递进 那我们看一下9月份9月15号的数据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供给层面 房子供给呢就像卫生纸一样 这怎么说呢 有一个笑话吧 就是买房子人问现在市场怎么样了 这个Agent就说 你还记得SIP就是在疫情期间 你去超市买卫生纸吗 卫生纸基本都被抢空了 货架上都是空的 那现在的房子跟那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呢房子不够买 这个库存量还是很少 库存量少呢 我们先看新上市的房子 新上市的房子不管是在湾区 还是在南加州 还是在中央山谷地带 我说是整个加州哈 都是出现了这个新房上市减少的这个情况 那相比起其他地区 硅谷地区的新房上市呢 还真的比其他地区都多一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边这个补表 湾区 硅谷地区呢 上涨了1.8% 其他南加州下降7.5% 中央山谷下降3.4% 整个加州下降4.9% 所以呢 新房呢 不上市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现在在这个时候呢 不愿意买房子 自己住的房子 别人来看呢 觉得挺危险的 那投资的房子呢 这个租的还挺好 那也不愿意买 再有一个呢 是因为人的流动性太差了 就是说大家也不去外面玩 也不去搬到其他的地方 能不搬就尽量不搬 能不动就尽量不动 所以流动性差的情况下呢 大家一步活动呢 这个新房的上市也就少了 其实房子呢 反映了大家的生活 如果生活上没有变化 那房地产市场也变化不是那么大 所以新房数量上涨的就很慢 库存量少呢 进而引起了整个的房屋的销售数量也会减少 因为想卖房子 想买房子 他又没有房子卖 所以直接导致了就是交易量的下降 那未来这个库存会怎么变化呢 我觉得重点是要关注两个点 第一个点呢 就是疫情的变化 如果疫情慢慢的过去 那疫苗出现的话 大家的生活恢复正常的话 整个买卖的交易会更加的活络起来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还有一个具体的动态 就是看银行那边 其实在银行手里已经拿了很多的房子 就是forbearance这个付不起租金的 付不起房贷的 这些房子呢 都积压在 不管在房东手里 还是在银行手里 最近呢 美联储也开会了 说是需要支持这个房地产市场 那不想让银行去回收 交不起房贷人的钱 这可能还要继续再持续一段时间 那这样银行的压力就很大了 那好多这个银行 它就是靠放贷过日子赚钱嘛 那贷款又不让他收了 那他这边的风险就持续增加当中 如果银行顶不住风险呢 我们看这个政府是不是救助 如果不救助呢 手里的房子有可能就会逐渐慢慢的开始回收 所以这是未来会影响到库存的两个因素 下面我们看拿下市场的房子的数量呢 比2019年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大幅的下降 在12月份 2019年 有124个房子拿去不卖了 现在最多的时候也只有43个房子 说明现在房子还是比较好卖的 因为房子数量太少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需求方面 需求方面呢 从4月3号有一个大幅的下降 大家都在观望状态呢 之后就持续的上涨 开贷款预审信 我们知道的开贷款预审信 也就是说准备要买房子 这个数量呢 持续飙升 从4月17号一路向上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 我开个信 我先看个房子 对吧 我先了解市场 就有买的这种想法了 现在买房子呢 主要的原因呢 有五点 我总结起来 第一点呢 就是现在低利息的环境 那联储局最近开会 说低利息的环境 还能再持续个两年时间 所以我们看 这个mortgage rate 一路走低 这个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所以这个都是历史上 很少见的这个低利息 最近我们那边做refinance 做的非常的多 refinance如果说 给个2.5的利率 大家说这么高啊 有没有2.2啊 有没有2的利率啊 对吧 2.5的利率实际上并不高 在历史上来讲的话 那5.6的利率 在历史上都是低点 那现在在5.6的基础上 又减半 其实是低点中的低点了 那联储局这边 还是持续0到0.25的利率 但是这个不是贷款利率 你说贷款利率0到0.25 这个银行就不过日子了 因为他们也赚不着钱了 所以这个贷款利率 还是会高一些 但即便这样 2.5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利率了 那第二个影响到 需求层面的因素 是疫情在逐渐的过去 虽然疫情还是持续当中 但是人的心情 已经慢慢的逐渐过去了 就是不会像疫情刚开始那么紧张 而且生活呢 逐渐步入正轨 我看到很多人都开始上班 高速路上又开始要堵车 饭馆里有人也在这个外面 虽然是露天的 也开始吃饭了 点外卖的很多很多 这个商品贸里面也开门了 像Costco以前是限制人数嘛 现在也不限制人数了 也是人满的坏 我去了一次 发现这里面跟这个疫情之前 没什么两样 到处都是人了 所以疫情一开始的这种恐惧 对大家的冲击呢 逐步消散出去之后呢 这个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买房子呢 也开始逐步恢复正常 第三个呢 就是供给量不足的情况下 会造成卖方市场 大家一进入市场 就开始抢房子 这种气氛呢 会给买房的人造成很多的压力 就会更多的去进入市场 去跟其他人竞争 当然也有另外的一部分 买房的人就不想竞争 就说算了 所以这个也是这种气氛呢 也造成了很多demand 创造出来的一个因素 第四个因素呢 是生活习惯 因为在疫情期间呢 大家在家里憋的时间很长了 尤其是居住面积不够太大的 或者说呢 没有院子的 这样住了好几个月 感觉这个也需要改善一下 生活的环境 所以呢 很多没有自己住房的人 开始想要买自己住房 那房子不大的 这个住房的环境呢 想改善一下 这也是另外一个因素 第五个呢 就是工作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 尤其是在硅谷地区 纳斯达克旅创历史新高 我们这边是苹果公司 谷歌脸书 等等高科技公司 其实在股价上涨的都很多 这边工程师的财富一部分是来源于基本工资 但更多的是来源于股票 所以股市没有快速和大幅的下降 相反还上升 所以这个对于购房的能力上的支撑呢 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所以需求层面还是挺旺盛的 我们下面看一下销售 在加州房地产经营协会呢 有一个统计 这个统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给大家简单念一下吧 就是问 现在这个是不是买房的好时候 67%的人说不是好时候 34%的人说是好时候买 所以想买房的人34% 但即便是34% 那房子出来的也没有34% 所以虽然买房的人不多 但是还是比房子出来的数量要多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卖房市场 那再有一个统计呢 就是在未来的12个月里 你是不是想要买房子 92%的人说不买 8%的人说要买 但是这个已经比上一个月增长了1% 上一个月7% 卖房子这块呢 做的调查 说现在是不是好时候卖房子 58%的人过半数了 说现在是个好时候卖房子 剩下42人说不是好时候卖房子 所以现在卖房子的人 觉得是好时候的 比买房的人更多一些 虽然这个数据是大家都想卖 但是客观条件呢 不允许卖 所以只是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呢 在时间成熟的时候会变成现实 所以在未来上来讲呢 如果刚才我说的两个条件的变化呢 很多的房子会放到市场上 这样就会增加一个供给量 下面一个调查呢 就是对房价的一个调查 在未来12个月房价会不会涨 53%的人说会涨 比上一个月增加了7% 那对整个加州的经济上的调查来讲呢 61%的人觉得这个加州的经济 在未来12个月不会有改善 还是持续的这么差 刚刚给您说的是一个简单的调查表面 也可以自己看一看这个屏幕 还有一些问题我没有说 人的心理呢 其实对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大家的想法能够达成共识 就是市场了 所以对于每一个人的心理 还有对每一个人的预期 还有对整个市场影响做出来的反应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说不管想买想卖 但整体造成的房地产的市场的情况 就是说交易量在持续的下滑 在疫情结束之后有所攀升 但是现在呢 又在攀升的一个高点下滑了 主要是疫情结束之后 有一个报复性的一个反弹 报复性反弹这种热情 这个过一段时间消退之后呢 整个的市场现在又开始处于一种 向平淡转化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现在处在的状态就是波澜不星 但是在整个比较平淡的状态当中呢 100万到300万之间房价的交易量 是更加活跃的 我们可以看这个统计图哈 就是在各个不同价位 比如说20万以下 30万40万50万 这些都是处在一个负值 就是交易量减少 没有太多房子买卖 10%啊12的这样减少 但只有在100万到300万之间 是上升了12.2%和2.4% 其他都是下降 所以100万到300万 这个可负担能力会更加广一些 大家都负担得了 而且呢 这样的房子呢 房间数会更多 有院子 住宅的比较舒适 也正好符合了疫情之后 大家对房屋追求的一个目标吧 所以在这一部分房价里面 会更加的活跃一些 那在市场上的数量的平均值呢 现在卖房子还是很快的 虽然这个房子买的人 有一些人在观望 但是还是不够买的 那房子出来的数量太少 那在市场上的平均数呢 8天还有20天都能卖出去 在去年就是2019年的12月份呢 那还需要40天和20天的时间 所以现在房子还是比较好卖的 价格层面也是有所减缓 就是整个在加州地区 各个价位的房子呢 都在疫情后恢复性反弹之后呢 有开始冷却的一个迹象 我们还是用一些点来具体的说明 Sanacar County卖房标价 也就是列价 Seller想要的价格呢 9月份比8月份有所下降 降了将近9万块钱 5% 那中卫价 9月份比8月份上升了1万块钱 基本上是持平不到1% 这说明呢 卖房子大家就不标高价了 很有信心标地价 最后呢能回归到 他应该有的价格水平 所以呢 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卖房市场 对自己卖房子有信心的一个信号 我们看一下最后销售的价格 平均价 9月份比8月份上涨了将近10万块钱 涨幅将近6% 达到了170多万 将近180万 中卫价 9月份比8月份上涨了4万5 将近上涨了3.2% 这是成交价 就说明这个房价呢 还是在往上增长当中 但即便是在整个一个线里面增长 那各个地区增长的幅度也都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具体 Cupertino地区就是苹果公司所在地 好学区 好地点 那这个地方呢 listing the price 9月份比8月份下降了33万5 大概下降了15% 就是标的价格越来越低了 那成交价就是左边这个 9月份比8月份下降了1万多块钱 降幅呢 0.5% 所以整体看起来 Cupertino这个地区啊 在疫情之后 抢房的那个热情啊 消退了很多 所以现在的这个价格呢 出于一个平稳的状态 也没有涨 但是也没有大跌 在上个月的时候 Cupertino的涨幅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看一下Sanunc Sanunc 9月份比8月份上涨了5万块钱 上涨了5% 这是要价啊 这是劣价 那成交价呢 9月份比8月份上涨了2万块钱 上涨了1.9% 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Sanunc这个地区的房价 是要往下走的 Cupertino的房价是在往上走 所以这个也是说明了 刚刚跟销售一样的道理 就是核心地区先引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变动 那周边地区呢 会跟随着这个起伏 就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的这个扩展开来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硅谷的几个重点的地区 九金山地区啊 九金山地区的租金也在降 整个房价也是比较疲软的一个状态 再往下中半岛地区 像Boring Game这些地区呢 还是比较强 我们这个月有一个listing 在Boring Game 收到了两个的offer 所以现在已经成交了 在这个地区的其他的房子 也都是multiple offer 再往南走 斯坦福大学所在地的Palauto 这个Palauto的房价 一直都现在是在 处在下降的一个阶段当中 offer数量不多 很多的房子都主动offer要降价了 受它的连带 再往下 在往南走的一线 Mountainville Sandville的房价 都是处于一个疲软的一个状态 像我们在Sandville也有一个listing 那上市之后 主要是seller想要回中国 那上市之后 也没有收到太多的offer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offer 后来就拿下市场 这个先做个refinance 以后继续再把它放在市场上 所以Sandville的房价呢 处在一个下降 或者一个疲软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Cupertino地区苹果公司走在地 这个地方还是在抢房子 主要是有好学区 在它旁边的Linbroke学区 这两个地方都在抢 那一个房子出来以后都是multipable offer 但最主要它就是不出房子 有几个客户都是要等着这边的房子 当然价位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一个房子一个房子的出 那我们都在看着 合适的房子也不多 好我们一路往南走到Sandville地区 Sandville地区在南边的像Evergreen这些有好学区的地方呢 这个房子还是可以收到multipable offer 我们在这个月有一个listing在这一块 上市之后收到六个offer 整个价格呢也是推升了不少 所以学区现在来讲还是一个硬资源 就是大家的小孩上学都是耽误不了的 所以有学区的地方呢 好学区的地方呢 还都是可能会收到multipable offer 那再往北走 Lupitas现在是比较持平的状态 Fremont的话看各个地方不同 像Ardenwood呀 这些地区呀 还是multipable offer Seller's market 但是涨幅并不大 我们有一个Fremont中间的地区的 一个Condo也是这个月上市的 然后收到了两个offer offer数量不多 那给到的价格呢 将将meet了Seller's的预期 所以呢 整个Fremont地区呢 大部分地区处在一个 僵持的一个状态 既不是卖方市场 也不是卖方市场 价格呢 不容易推升上去 那东安地区像北边一些的 Hewald 这些地区的房子呢 是Seller's market 因为这个可负担能力比较强 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儿 三股地区像Dublin啊 这些地区呢 也是处在一个僵持阶段 并不一定是买方市场 也不是卖方市场 主要看户型大小 在Dublin地区小户型 两房的condo 一方的condo 不太受欢迎 但是三房四房 大户型的 主要是居住的比较舒适嘛 大家这个在屋子里 待了好几个月了 所以这些户型呢 还都是multiple offer 可以收到比较好的 没有contingency的offer 并且呢 价格也会推升 80这条线 一直在往东走 Livermore 还有Mountain House 这边很强很强 Mountain House的70万 可以买一个 2500尺的single family 还是特别新的 有一万尺的院子 所以这边很多人 work from home 就说 我干脆在这买个房子吧 所以这块还是一个 Seller's Market 那我们回到 东湾再往北走 像Oakland Berkeley啊 这一块并不是 纯的Seller's Market 整个市场处在一个 比较soft的一个状态 投资房来讲 现在不太卖得动 我们有listing在Berkeley 这边是有一个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房子 那后面呢 还可以再加一个ADU 整个的Plan City 已经批完了 其实是挺好的一个项目 但是出租房 整个在现在来讲的话 并不是受很大的欢迎 在Santa Clara这边呢 我们也有一个 Triplex 就是三个户的出租房 所以整个在出租房市场 我们有去研究 销售的速度呢 会相对比较慢一些 可以看得到 就是投资人 Investor啊 在房地产市场的热情呢 没有以前这么高 好 接下来我们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呢 就要看一下宏观经济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呢 现在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 就是因为疫情后 那有几个地区 小生意受到的冲击很多 包括说夏威夷 旧金山还有Selsea地区呢 紧接着排在第二 65%的小生意 64.9%的小生意 都受到冲击 然后就是波士顿地区 那南加州地区60% 整个全美呢 是54%的小企业呢 都受到了这个冲击 定义一下哈 小企业定义是 年销售额小于1000万美金的 这种企业就是小企业了 刚刚说了这个投资 还有商业地产的这几个板块哈 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地产几个板块的这种cap rate 就是投资回报啊 不是很好 那写字楼的回报 7% 那公寓的回报 5.56%啊 这个酒店的回报 7.5% 但是这些板块呢 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 没有人去住 没有人去租 这个vacancy rate呢 就很高了 vacancy rate的最高的地方呢 就是酒店 50%的酒店是空置的 零售35%是空置的 离街边比较近的那种商业店铺呢 20% 写字楼呢 15% 还有一些工业的用房呢 10% 稍微少一点了 这个居住的 其实受影响并不是很大 apartment只有9%的控制率 还有warehouse 8% 这个工业生产倒是没有停下来 那低价的这种apartment 也就是class B和class C的 只有7% 所以这个空置率呢 看起来是这个住宅 还有工业用的这种房地产项目呢 是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了 但是旅游业相关的 这个零售业相关的 冲击很大 下面宏观经济里面 不确定因素非常大的 也会影响到今后房地产市场的 就是 交不起房贷 2019年交不起房贷的这个比例是3.7% 现在已经跳升到了7.3% 银行那边呢 有几百万的人已经开始不复按时的这种月供了 失业率呢 已经开始往下走了 失业率在疫情后期呢 大幅的攀升 千万人的这个数量级的人失业 但是现在呢 逐步下降 因为大家逐渐的开始在复工 所以从阶段性的每个月 每个星期的这种数量上来讲呢 也是会逐渐的再往下走 整体来看呢 经济形势是有所好转的 失业率在下降 我们还是处在一个相对低息的一个时期 而且这个还会持续个两年 但是经济并没有恢复 小企业还是在苦股的支撑 商业地产的各个板块的vacancy rate 也是在不断的攀升当中 所以如果是房地产投资的话 建议还是具体再仔细观察一下 那未来的这个index 整体在2020年呢 销售的数量呢 还是会不断的去下降 从第一个季度的正的3.1 到第二个季度-28 第三个季度-13 第四个季度减少10% 所以还是一路在下降当中 是全加州的哈 在价格层面呢 也是在下降的一个预期 但是这个下降呢 是整体而言 那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 有些地区价格实在上涨 整体在2020年的话 加州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呢 会下降1.1% 销售量呢 会下降12.7% FridayMag也有一个统计 就是利率呢 会从2018年的4.6% 下降到2021年的3.2% 2020年3.4% 所以明年的利率 有可能比今年还要更低一些 那房屋的整个销售呢 今年4.8% 明年是5.6% 整个销售数量会有所增加 但价格的增长呢 今年是2.3% 明年是0.4% 就是明年的价格 基本上不涨了 FindyMag也有一个统计 这个统计差不了太多 我们看一下 BQ未来的一个指数 自助购买指数呢 是55 出售适合指数是80 因为也是到了冬季了 现在出售房子 在每年的季度性的话 都会减缓 升值预期指数30 投资风险指数70 好 下面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从宏观经济层面 失业率在疫情后期呢 有所下降 但起稳之后呢 又有上升的一个趋势 这个信号呢 我们有待观察 市场信心指数呢 继续再往下走 小企业还处在水深火热当中 整体的利息环境 还是有利于经济恢复 因为是持续性的一个低息的一个市场 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呢 这么低息市场 你投资的回报不会太高 房地产市场还是继续供不应求 因为供给量呢 还是不多 需求量呢 虽然很多人在观望当中 但是需求量总是比供给量多 所以很多市场造成了卖房市场 就是房子比要买的人要少 现在买房子是以刚性需求为主导 那学区房好地段的房子 比其他的房子更加抢手一些 所以相应的地区也更加保值和创造增值 在硅谷地区呢 是卖家的市场 所以房地产的价格呢 还是比较持平 有些地区的价格是在小幅的上升当中 但很多的地区的价格呢 是处在一个稳定 那有些地区的价格呢 还是处在一个平稳 没有太大波动的一个状态当中 现在的要价和最后的销售价 是基本持平的 好 今天就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9月份房地产市场的动态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 也希望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讨论房地产市场 那如果您有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个月再见